第206这一题适则运算 适则运算里面它提供要求几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它使用适则运算 可以进行两位两数字间的适则运算 这里它要求就是说要传入什么的引数 有三个引数 三个引数分别是运算源运算子运算源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传进来的东西是这样的 像底下这边有一个85加34 85加34把这两个中间用加的方法 最后显示出结果来就可以了 这三个引数如果两个引数为整数的话 那就把计算结果取到小数点第一位 如果两个运算源复为整数的话 那就取到小数点以那个运算小数点位数最多的那一个 就是这个位数越多就以那个为准 最后如果说传入引数错误 就显示这样子引数格式不正确 请使用如下格式 那就后面那个放行 后面显示出卡1加2的一个讯息 这部分该怎么做 各位先把这个题目上去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针对这一题来做解答 如果说今天他题目给我们 那我们要必须做哪些事情 一般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先想一下 会把注解先打上去 那当然第一个我会先新增一个类别 比如说在这上面按右键 先新建一个类别 那类别名称的话 我给它叫JVD206 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我会去思考一般我的习惯这样 我会先把那个注解打上去 为什么?因为注解打上去之后 再来思考这个层次要怎么写 比如说第一个我会先判断 因为我的引数只能各有三个 所以我要怎么知道引数真的只有三个 它不会多也不会少就是三个 那前面我们用很多了 我们的参数会用什么 用一个阵列 对不对?那正面叫什么? 叫Arg.legs.legs 它的长度 如果不等于3的话 不是3 那我们就跳出错误讯息 因为题目里面的要求怎么样? 要有一个错误讯息 错误讯息是什么呢? 就是引数格式不正确 请使用如下格式 那这个你就要知道 我们可以用System.out.print 把这个结果print出去 错误讯也print出去 让使用者知道错误了 对不对? 那反之的话 所以接下来 第二个流程就是反之 那反之的话 其实在Java里面怎么表示呢? 不是有F吗? 那另外就是什么? 反之就是else 对不对? 反之的话呢 就宣告3个变数 来接这3个因素 因为有3个变数 需要 有3个因素 所以呢 会需要3个变数来承接 当然类似的 你可以用3个变数接 或者是说用什么方法接 或者是直接拿那个正列里面的哪一个索引值 也是可以的 那就不需要宣告为变数 这部分写法很多 那你可以用自己习惯的方法来撰写 那最后呢 我要试着运算 里面呢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就是加减乘除 试着运算 所以呢 我要怎么判断说 如果第二个参数是加 那我用加 减就减 乘除 那特别注意呢 我的判断 在这里呢 当然我们有多个逻辑的话 前面我们讲过 如果多逻辑的判断的话 当然 有两种 一个是 else 我这边讲的 另外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switch case 但是switch case 有个问题 switch case 如果今天是自串 就有问题 不过1.7之后就解决问题 不行 但是如果 自圆的话 你们可以看 因为加减乘除 它是个自圆 自圆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用switch case 那 当然就看各位 自己习惯 那一般 为了避免麻烦 有时候 我肯定就不要记那么多 我就记一个if else if else if else if 一直下去 那结果呢 也会跟switch case 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呢 当然你如果要记两个部分 你就记一个就好了 if else if 下去就好了 那这样子呢 最后再把结果 它计算出来结果 回应的出去 那这个层次就写完了 所以基本上呢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程式不需要去实际的 你就直接坐下来 就可以知道 要怎么写 那我的习惯是 先把注解打上去 把流程先想清楚 一二三 好 那接下来就把这个注解 怎么样呢 把它贴到 我的程式码里面 的这个位置 慢慢的怎么样呢 就来思考 我就把它贴过来 那底下呢 程式就开始想 因为呢 你有 有 就是 中文的注解之后呢 你就知道 该怎么去做 那对应到的话呢 比如说第一个 判断我的引述 是否为三个 是不是三个 那怎么去 我刚才有讲过嘛 怎么判断呢 if 有没有 一样嘛 后面这个条件 我想这个应该已经 大家慢慢的 很习惯了 因为好 这种写法 你不能再 再看的 你慢慢就要自己 可以很熟悉的打出来 这样的话 你真的才有 学到Java的最重要的精髓 不然的话 你每次都要看 每次都要参考的话 它实际上 永远写不出 自己要的程式来 OK 所以 如果后面给它 一个小瓜糊 小瓜糊里面的话 就去做什么呢 判断什么 判断我的参数的长度 那参数的长度的话呢 那我就是 如果不等于三 不等于有没有 等于 怎么表示 不等于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呢 金探号加上等号 就不等于 不等于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的参数数是三个 那就要显示 错误讯息 对不对 那错误讯息呢 我就print出去 system.printlite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那把它print出去之后 因为中间 要有一个换行的换行部分 所以呢 我们再加一个斜线n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把这个讯息 把它print出去 反之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三个变数呢 接到引数之后 做后续的动作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宣告了几个 这个地方 我宣告 那我参数部分的话 我就直接用 arg 直接用arg1 所以值来接 因为0的话呢 是第一个运算源 2的话呢 是第二个运算源 那1就是 表示中间的运算值 那里面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呢 要去判断说呢 到底它的结果 到底四则运算 要怎么计算 这边的话呢 那我就宣告主要是 n就是第一个运算源 那特别注意呢 我宣告为double 因为题目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呢 它可能是整数 也有可能是小数点 所以如果可能 两个都有可能的话呢 那特别注意呢 就不能够是整数 因为如果整数的话 那如果它给 它给的是小数点 就会被 这个去除掉的小数点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宣告 一个是n 一个是n1 然后第二个运算源 那利用什么呢 利用转double的这个 前面也讲过 就是强势把它转换 为这个double 强势转换为double 然后再丢给n 跟n1 去接 接完之后呢 再来做什么判断 第三个我刚刚讲过 那怎么判断呢 其实 如果你多个逻辑的判断呢 你可以if 条件的话呢 那我们就用什么呢 用arc-s的 所影值1 所影值1的话 那表示就是 我们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后面的话呢 用ecos 点ecos就是做什么呢 做自串的比对 那自串比对的话 如果它等于加 那我们做什么 就把两个加起来之后的话 丢给前面的这个变数 那前面这个变数呢 就是结果 就是answer 我们把答案求出来 那else的话呢 再来就是减 减的话就把公式减出来 然后除也是一样 如果等于除的话呢 那这地方呢 我们多做一件事情 因为除数怎么样 不得为理 所以你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换断的话 那假设说呢 那这个使用者 他填的时候 把n1 就是后面的运算 输入0的话 那就会产生程式的bug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还要多比对 如果n1等于0的话 那就输入不为0 那要做一个跳出 那反之的话 我们就把它做个除的动作 把它做个除的动作 就把它除出来 OK 好 那再来就除 再来就成 那反之的话呢 else 为什么 因为四个运算里面 也有可能 它第二个参数怎么样 它不是加点乘除之一 所以我们给它错误讯息 请使用加点乘除的运算符号 让它知道 那最后的话呢 把answer 把它print出去的时候呢 那我们格式 题目里面是要求 如果整数的话 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让把它print出去 不过如果是double的话 那我们要取这个double最大的 这个部分我还没把它写上去 那这里我想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地方要怎么写 OK 那这里的话呢 就把这个结果print出去 就完成这一题了 OK 好 大概是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各位思考一下 这三个流程 到底要怎么段行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